好 那我们呢 在前两期呢 跟大家去聊了试驾和拆车的这些话题 那我们今天呢 就聊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性价比 当然呢 小伙伴会问 性价比到底是什么 其实啊 性价比这个话题呢 的确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面 跟每个人眼里面的确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 哇塞 这辆车配置高 那它的性价比就是高 那可能小伙伴觉得 哇塞 这辆车长得真漂亮 可能他会觉得这辆车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那对于我们大标车而言呢 还是对于大变化而言呢 还是会根据我们的试驾和拆车的得分 去跟大家去算一下 在我们的维度里面的一个性价比 当然呢 我们还是会分为很多档 比如说十万元以下 十万到二十万 二十万到三十万 三十万到四十万 四十万元以上 会分为这么多档 然后就根据我们最后的得分 也就是25%的试车和75%的拆车 最后得分 跟大家一起去总结归纳了在我们这个维度里面的性价比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正式开始性价比这个话题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聊的是十万元以下的车型 可能小伙伴会觉得十万元以下 好像我们拆的五十多个车里面好像的确不太多啊 最后入榜呢 其实是有五辆车 那其实还是要再强调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会以这辆车的入门价格 是入门的价格 去算这个是十万也好 还是十万到二十万也好 去算这个价格啊 是因为我们还是愿意相信 对于厂商而言 他们制造的车型 那他们的价格高低 那仅仅是可能是排量上的区别 可能是配置上的区别 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在安全方面 和他们的制造工艺和用料上面呢 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 那十万元以下的车型呢 我们拆过的这么多车里面呢 一共有五个车型 那我就直接去念名次了 那在里面第一名的是吉利的博越 那他的拆车是六十四分 那他的试价呢 是六十五分 那他最后的总分呢 是六十四分 所以说吉利的博越是十万元以下的车型 分数拿到了一个第一名 所以我们还是废话少说 还是直接颁奖吧 OK 好的 那吉利博越 十万元以下的车型 他最后的总分是六十四分 所以说他拿到了一个第一啊 我们继续用过了很多次的奖杯 好的 吉利的博越 真的希望对于吉利而言 还是对于真的我们前往前提出的领克而言 其实车怎么样呢 大家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呢 也是会一一的看到 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到 还是有自主品牌 可以做出物美价廉的车型 还是有很多自主品牌 他可以真的可以去自己去努力啊 可以让老百姓们可以开到更好的车 好的 吉利的博越 十万元以下的大冰花最推荐的车型 OK 好 接下来呢 因为只有五个车嘛 所以说跟大家的也是在念叨一下 那第二名呢 是长安的CS55 那拆车55分 试驾62分 它的总分是57分 其实啊 真的CS55也是在十万元以下 这个价格里面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车 那直可惜啊 它还是比博越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呢 CS55还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车 接下来呢 是长城哈佛的H6 那它的拆车48分 试驾65分 那它的总分呢 是52分 虽然啊 长城哈佛的H6了 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 对于它的这种双离合变速器 还是有了一些所谓的槽点 但是你可以看看它的价格 十万元以下 其实 H6的话呢 如果说小伙伴喜欢这个车呢 其实大名块还是会更推荐于它的手动挡的车型 还是非常的物美佳连的 好 那再接下来是 哎呀 这个只能进入倒数了 因为刚才这已经是倒数第二名了 是奇瑞的EQ1 那它的最后的总分呢 是41分 那最后一名呢 是福特的一博 那它的最后的分数呢 是37分啊 所以说最后一名呢 是要颁给福特的一博 这个福特一博是不是已经二次的奖了 我翻了啊 这是最后一名 我看看福特的一博 啊 果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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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福特一博已经是 这个第二次的 呃 登入了我们这个杯啊 这个纸杯的奖 好 那它这是10万元以下的车型 那它最后总分呢 是37分 所以说我们 把这个奖项呢 颁给了福特的一博啊 好 这个奖项拿走吧 谢谢 再一次登马 好 再一次登马啊 还是 希望明天不要再看见你了啊 就说啊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我们还是有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型 还是要比合资品牌 车型做得好 所以说呢 我对大名块而言 还是真的会相信真的再过几年 再过真的再过几年 大家一定不会再 觉得好像买辆自主品牌的车型 觉得所谓的丢脸啊 或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慢慢的 真的需要慢慢的去转变这个意识 因为车真的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当然呢 我不否认 车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身份的象征 但我说你开辆奔驰S600 跟开辆一博一定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而言 车真的仅仅是一辆工具 好 我们今天的10万元以下的评分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明天和之后的会跟大家去聊 一个更多的价格区间啊 那2017年飙车大赏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们明天再见